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步兵分队专业考核的第一名 11次刷新军区五项军事记录 被称为边关老虎连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支硬汉队伍 指导训练的竟是一位失去右臂的军人 连里的战友都叫他独臂无教头 在这个传奇的主人公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叫赵良科 今年40岁 来至辽宁铁岭 现在是黑龙江省军区 边防某团的副参长 小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 1991年 我入伍来到辛亥湖畔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 我很享受在训练场上 不遗憾如语的感觉 穿上这身军装 我就有使不完的劲 然而 2004年的一次训练中 我意外失去了右臂 从此成为了一位 只能用伙手敬礼的军人 很多的战友 担心我很难再训练了 但我舍不得 投下这身军装 舍不得离开心爱的训练场 即使主任有伙手 我也要证明自己 依然是个能把胜仗的精兵 如今 我可以用伙手 赤枪摆发摆震 也可以重装奔袭 剑步如飞 我指导训练的老虎猿 更是一只能够拉得出 打得响 打得赢的军逼 走到今天 我经历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谋 但不向命运去谱 本就是军人的血性 更不得坎坷 也不能让我的理想 不断 当兵就要当精兵 当兵就要当英雄 我就是编码无比武教徒 赵阳哥 杨阳哥武器超出贵手 严谨前后队 以上连的要手 同志们能不能够 是 上膛 举枪 瞄准 激发 堪称完美的设计 完成这些动作的 正是只有左手的赵阳哥 在很多人心目中 他是一位 深残之间的传奇人物 可用赵阳哥 自己的话来说 他可从来没有把自己 当成残疾人看待 1991年12月 赵阳哥入伍 来到新开湖畔 成为了一位边防战士 通过刻苦训练 他很快成长 为一名训练标兵 干劲十足的赵阳哥 迅速在各类比武东 展露头角 2004年7月 他被任命为 团侦查骨股展 然而就在赵阳哥 充分得意的时候 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 发生了 在一次训练中 由于两个炸药包 意外提前爆炸 赵阳哥瞬间 失去了右手 当时在宫床上 一睁眼 手一摸 桌上一摸 右臂 一眼没了 当时心里就咯咚一下 脑袋领 一下是空的 真正的空吧 啥也不知道 真正的本意 那段日子里 对赵阳哥而言 别说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就连生活自立 都成了挑战 吃饭 穿衣 包括对咱说 洗个脸 不怕你笑 当时就是 上他车 你记得空 你看这都很 很可以 当时对我来说 有许多事情来说 第一个是 像刚出生之后 做第一次 任何事 做第一次 这每一个第一次 对赵阳哥来说 都是全新的挑战 它不仅意味着改变习惯 更意味着随时随地 可能遭遇的尴尬 手长来了 我起了一个 就手长军的笔 我意思是把这右手抬了 抬了之后一看 是一半的那种感觉 我意思是 手长 你看我这种心 手长也很难受 手长伸一手 就握手 我有拿手 右手 去握手 那种感觉 不管是说心里不好受 同时一种干干 做一个计划 当时感觉 别人 不能体会 他就是一个 普通人不能体会 就是那种感情 是最深的 两个多月之后 赵阳哥出院回到部队 但是没多久 战友们就发现 以前那个开朗 爱笑的赵阳哥 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仅不爱讲话 还刻意躲着打架 怕别人的眼神 怕别人的帮助 怕别人的关心 因为那时候 别人是啥呢 一眼神一瞧 你心里感觉 他瞧不起我 因为关心你 帮着你的时候 我感觉是啥呢 自己是个恶效者 又想逃避 又想留在部队 赵阳哥陷入 痛苦的挣扎 短暂的消沉之后 赵阳哥想明白了 如果还想继续 穿着这身军装 想不被部队淘汰 那就得重新证明自己 自己的想法是啥呢 我想让别人认可我 我想用我的实际 什么时候 我的能力 素质 征服别人 真证明在别人什么呢 一种羡慕的眼光 而不是同性的眼光 心情不好 工作不顺的时候 赵阳哥喜欢往山上跑 跑到筋疲力尽 再大喊一通 所有的郁闷 都排解出来了 下山以后 便是更加疯狂的练习 每一天一睁眼 他就开始练习 洗脸刷牙等基本动作 深夜等战友们都睡了 他还要一遍遍的练习 电脑打字和抄写笔记 通过大量练习 生活自立是没有问题了 下一步就是计划 重新回到训练场 可是这位曾经的射击冠军 受伤后第一次射击 就拖拔了 最让赵阳哥感到没有面子的 是他连上堂都无法完成 因为这是自己的尴尬 打枪的人自己 不能把子弹上弹 枪也打不出去 子弹打不出去 一开始到新的场 尤其在子弹设计过程中 都是这样的 别人给我上子弹 别人把双尔子弹的枪交给我 我去打 为了打破困境 赵阳哥有意识地加大自身训练强度 连臂力 连物力 连身体的协调性 往往晚上大家休息了 赵阳哥还细续奋战在全身房 每个动作都要练上几十次 甚至上白色 为攻克最难的单手上堂 赵阳哥的断臂处常常破了才好 好了又破 我当时疼我也疼 疼我自己知道 别人不能告别 往往就是伤口 就是没有任何情况下 然后又变得血肉模糊 这种感受 我当时看的时候 确实从心里面就感觉很心疼 一段时间下来 赵阳哥就将单手上堂练得又快又好 对射击要领的苦心酸眼 更是让他练就了百发百中的好枪法 心疼现在就上来了 就是感觉把所有的包袱都抛掉了 就差自己跳下来了 就那种感觉 此后赵阳哥信心大增 他对待其他训练课目也如法炮制 在高强度的练习中 他不断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 取得的训练成绩更是让大家刮目掀看 可就在赵阳哥的人生 刚刚出现一丝曙光的时候 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摆在了他的面前 突向众人 质疑色弃 他能否再次证明自己 他说你这个能当救人 那你都会的啥 军区比武主动请英 他能否带队走向辉煌 不能要比方说 我们赵阳哥都是这样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赵阳哥 边防独臂 五教头 赵阳哥说 当别人说你是残疾人的时候 你未必是残疾人 只有自己认为自己是残疾人的时候 那你才真是残疾人 的确 赵阳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战友证明了 以前双手能做的事情 如今用一只手照样能干出高标准 然而 新的挑战再次来临 赵阳哥被团理委认为战术较远 果然 第一天上岗 他就面临着学员的挑战 三月底的新凯湖仍是一片冰天雪地的世界 偶尔赵阳哥会和战友们一起巡逻 但更多的时候 他是在进行战术教学 在成为独臂五教徒的道路上 赵阳哥走的是异常坎坷 2005年 驻地边防武警部队想请一名教员 指导战术教学 团理把这项任务交给了赵阳哥 对此不仅武警部队领导不理解 赵阳哥也是倍感意外 他说我这种情况 不是说其他技能 他说我这种情况 能不能正视这个问题 能不能战术 能不能看起我这个教育 他会考虑有这种担心 教练课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第一堂课开始不到十分钟 就有人向他发起了挑战 就在所有人都担心 赵阳哥下不来台的时候 他却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复 赵阳哥的身体条件 大家都看在眼里 毫无优势的情况下 做出如此选择 这让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一样挑衅你 我如今他做好了 他幸福了 还有其他人都看不清 那么我做一个教育的时候 我要有超乎你想象那种 能不能让你要来 镜头也想冲我身上去学 那你做我 准备 片刻沉默之后 三名身强体重的学员 开始向赵阳哥步步逼近 当时就感觉就不敢再去看了 如果说他是能赢了 就是还能继续再教下去 如果他赢不了 他可能代表 就不是他个人 不但是身体上这种有伤害 心理上对他也是一种 就是很大的伤害 事情的走向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只见赵阳哥以极快的速度冲上前 一个正踢腿 一个后扫腿 一个压臂半腿 不到半分钟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比赛 他们说完事之后 我感觉他们是叫了 叫让我俯理了 说这句话 我感觉这说的挺实用 我直接感觉挺好的 后期在训练当中 大家对我也很尊重 击中步兵连的训练 速以艰苦严格组成 为提高时期 赵阳哥对自己分事赶下狠手 但是有一个课目 还是让赵阳哥吃不消了 那就是翻阅高板账 他本身就一个手 去翻阅这个账目 本身就是困难的比较大 难度比较大的情况下 他还要给我们做吃饭 但是偶尔他就出现一些小失误 占有口中的小失误 在赵阳哥看来 却并非那么简单 由于自己身体不协调 弹调力度不够 常常会狠狠地砸在板上 可比身体的疼痛更严重的 是他内心深处的压力 做一个教练也好 一个教练也好 不能要平身 这种教练做动作 这样的 虎劲上来的赵阳哥谁也拦不住 不断地摔倒爬起中 赵阳哥终于做到了示范动作 零事物 他这种镜头 无形中也感染了连队的战士们 大家喊哭喊泪的时候少了 玩命训练的时候多了 上下下咱们都是这么是最安全的 因为它落地上呢 落地值是低还轻 你这个作用 有时候不用去说 也不用能老去教育 你就看 他一指手挂那个高板杖也好 那个独立桥也好 什么呼呼呼呼就过去 那你就你见到的人 你不比他年轻 你再赶不上他 那你说你不管死吗 2007年9月 飞龙江省军区步兵连比武 如期居行 赵阳哥带队的机动步兵连 不仅囊括了9个单向第一 还获得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赵阳哥个人也被评委全军 优秀指挥军官 他们们 按照训练地方安排 今天上午 赵阳哥狠抓训练成绩的同时 更为看重的是科学和安全 每天他都要根据训练成绩和训练状态 因人而异的制定第二天的训练计划 赵阳哥说 他太知道伤痛是什么滋味 所以作为一名教员 一定要极力避免战友 重蹈覆辙 而让他感到骄傲的是 从自己开始训练机动步兵连以来 退役战士中 无一人带伤旅队 这就是赵阳哥 怕是外人眼中的独臂无教头 更是战友心中的好兄长 未来他依然会在边境线上 创造新的团体 哪怕只有一只手 也要紧握自己的人生 赵阳哥常说 师父再有能力 徒弟给你证明了 才是个好师父 从军23年来 赵阳哥六次荣立三等功 一次荣立二等功 但在赵阳哥看来 这些都不是他的骄傲 他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 带出好徒弟 训出过硬的兵 培养出部队需要的精英 这才是他最大的骄傲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下期为您讲述韩凤山 为了完整的生命